再看到崇德村近日有砂石车在部落里运彩砂 影响到村民的生活品质 以安全问题村长许慧玲部落会议长胡明雄 率领着村民前往士林乡民代表会陈情 而代表会主席洛彦玲表示 代表会将会成立专案小组 近日将前往县府来表达村民们的诉求 要保障村民们的生活品质 针对我们崇德村设置一半场的这一个场地 那这一个一半场他们要来设置在崇德 但是没有经过部落主任的说明会 然后已经造成主任的安宁 造成主任的交通安全 造成部落的环境 跟一些污染 德格里部落会主席 从德村长李惠林和村民们代理着诚情书 前往秀林乡民代表会向主席洛彦玲 递交诚情书来表达部落的诉求 代表会主席洛彦玲表示 代表会也会成立专案小组前往县城会堪 会堪之后也会前往县府来争取村民们的权益 现在是我们秀林乡代表会召开定会的期间 有崇德的村民还有村长还有我们的部落事务组长 以及部落主席来到我们代表会要诚情 针对崇德村预办厂设置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会在代表会上请他们上来诚情 然后让他们递交诚情书 我们代表会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由我们的下一双代表做召集人 白修娟代表 白静文代表 及黄富翔代表做副召集人 针对这一次预办厂的事件 了解状况之后 把我们的会堪的情形转述 陈情到县政府商讨 要怎么去决绝人民的陈情诉求 二号下午代表会主席论院里 也率领着代表会的同仁们 修林乡公署秘书潘美莲前往现场会刊 由于部落入口具有标示 禁止甲类椅类大型车辆行驶部落里 不仅干扰了村民的睡眠品质 也会造成车会的意外情势发生 为了部落村民的安全 同时也做出决议 禁止将召开部落会议 来阻止沙子车行驶在部落里出入 记住生意 记住安全 记住安全 肚解噪音 肚解噪音 记住正义 记住安全 肚解噪音 肚解噪音 记得将叶休闲到 简直辐 好的 ć